各位侨胞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共同庆祝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 大家一定从媒体上已经看到了 就在北京时间昨天 正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向全国人民和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 海外侨胞 致以新春的祝福 习总书记说 祝我们的国家新的一年 风调雨顺 生机勃勃 欣欣向荣 国泰民安 祝各族人民在新的一年里 心想事成 安心 顺心 开心 祝大家身体健康 何家幸福 何气自详 事业进步 万事如意 我和使馆的各位同仁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 跟大家共享习近平总书记这个祝福 我们也要在此向你们 并通过你们向广大的旅美华侨华人 留学生和中资企业员工 包括今天来参加的上海民族乐团的各位艺术家们 拜个早年 回首2019年 是举国重庆 既往开来的一年 我们隆重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共和国的辉煌成就 让我们无比自豪 为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召开19届四中全会 就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过去的一年 中国各族人民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 不畏风雨 砥砺前行 中国经济继续高质量 稳步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 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 脱贫攻坚战胜利在望 科技创新 成果丰硕 各项民生事业进一步发展 神州大地 生机勃勃 气象万千 过去的一年 在乱象重生 挑战上升的国际形势下 我们继续高举 互利共赢的旗帜 成功举办 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盛会 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提供新的动力 中国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构建人人命运共同体为方向 始终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致力于共同应对 全球性挑战 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继续做出重要的贡献 各位拉宾 2019年 中美建交走过了40年 40年来 中美关系取得历史性发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为世界稳定繁荣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 透视历史承载的初心 中美双方因加强战略沟通 理性看待彼此 任何脱钩心冷战的说法 都是逆历史潮流 不得人心的 大国相交 难免风雨 但只要双方 尊重彼此尊严 主权 核心利益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前不久 中美两国达成了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这一协议只在平衡解决 双方关切 体现了相互尊重的精神 也是平等协商的结果 协议的签议 有利于中国 有利于美国 也有利于世界 中美经贸合作 是中美整体关系的 一个推进器 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双方利益 需要双方共同做出努力 中美双方要以此为契机 认真落实好 两国元首达成的战略共识 切实把握好 两国关系的大方向 减少误解误判 妥善管控分歧 构建与协调 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各位朋友 作为拥有五千年 灿烂文明涵养的东方大国 中国自古倡导 强不直弱 腹部武平 深知 国虽大 好战必亡 中国发展的目的 是赢得尊严和安全 让十四亿中国人民 过上好日子 我们从来不搞 赢者通斥 零和博弈的消极对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始终不渝 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千魔万机 还监禁 任而东西南北风 历史将证明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给世界带来的 是机遇 不是威胁 是共赢 不是零和 是实实在在的 光明前景 不是平工易造的陷阱 各位乔包 2020年 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程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关键一年 我们将完成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彻底消除 绝对贫困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奉斗目标的基础上 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奉斗目标 全面建设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伟大征程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 梦想不会自动成真 在我们取得阶段性胜利之时 我们更要拿出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气概 坚入磐石的信心 指针朝夕的尽头 坚韧不拔的毅力 一步一个脚印 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各位同胞 祖国统一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是海内外 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是中国老百姓 享受美好生活的最基本保障 不容来自任何地方 打着任何旗号的挑战 人间正道是沧桑 那些企图阻挡中国实现完全统一 阻挡十四亿中国人民走向复兴 阻挡世界七十亿人民 构建人人命运共同体的势力 都不可能得逞 其结局只能是 小小环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乔包们 朋友们 伟大事业的推进 需要海外中华儿女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 民族复兴和广大乔包们息息相关 过去的一年 广大旅美华侨华人和留学生 关心国家发展 关心中美关系稳定 在不同领域 以不同方式 推进国家建设和和平统一大业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了解和友好 做出了独特贡献 在此 我敬向大家 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期待 广大旅美华侨华人 继续促进中美合作 加深两国人民友谊 为中华民族和世界 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最后 让我们共同举杯 祝中华民族繁荣盛 伟大祖国 国泰民安 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业兴旺 何家幸福 万事如意 干杯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